跟大家说的事 我刚才在这个车里 我刚买了一个汉堡 我在这坐着吃 我刚准备吃 然后这个停车的地方 就开了一个女的 就一个车过来 然后她就让我摇下车窗 然后她就在那哭 一个黑人 就是非裔的那个女人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她今天晚上要自杀 然后她说她 她的上帝告诉她 要跟我来说话 然后我就摇下窗户 我就跟她说 不管发生什么 你也不能自杀 然后她就一直在哭 然后她就说 不管怎么样 今天晚上我都要自杀 然后但是上帝告诉我 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让我来跟你说话 我当时真的很惊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 很多车流量 大家看到吗 她就让我把这个车 这个位置堵在这 然后后面车一直在打喇叭 然后她就不走 我们就隔着窗户 我就这么跟她对话 我就说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现在经历了什么问题 不管你的生命有多么困难 你都不要自杀 你的上帝既然选择 让你来跟我说话 然后现在我们如果相信一个上帝 那他们也通过我告诉你 无论你现在经历了什么 无论你现在有多么痛苦的生命 经历了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自杀 因为你现在还年轻 你很漂亮 你未来的路将会非常好 非常美好的生活 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杀 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看 你会感谢今天没有自杀的自己 然后你会感受到 现在上帝对你掌握的这些事 然后这个人 虽然我们俩可能讲了两三分钟的话 然后但是我就不断的重复 这几句话 然后后面的车因为好多人下来 然后就来问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把车开走了 然后最后他给我的表情 是一份很坚定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赶紧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我也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他叫什么姓名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自杀 然后我真的希望 就是大家可以为每一个生命祷告 就是不管我们生命里 现在面临着什么事情 面临着什么苦难 面临着什么挫折 都是不要轻生 对就是活下去最重要 将来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更好 就这个事情真的很奇幻吧 我觉得就是真的莫名其妙 我就坐在这准备吃一个汉堡 然后我正好刚回头 这个人就让我摇下车窗 我以为说他想让我停车位 然后他一开中就开始哭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机缘巧合 他说他的上帝 然后来跟我说话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万一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有人看我的视频 然后可以因为我的一个举动 来挽救他的生命呢 然后就是说这期视频 虽然跟特斯拉还没有什么关系 我只坐在特斯拉里 但是我还是希望发出去 万一可以影响到 马上一个人的生命 就是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活下去 然后愿大家为这个人祷告 希望他只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特别难受 真的我特别不希望看到生命就这样被放弃了 然后希望大家都为他祷告 然后愿我们为周围每一个生命祷告 都是很有意义的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美好的生命 感谢观看